再来就是说早上有提到的包含就是说加速、清除、跟那个档案总管、备份等等的 那这些东西的话我想各位可以自己再把这相关的APP就是把它安装上来 那安装的方式的话除了说你可以从那个我们的手机的Play商店去装之外 其实另外也可以从什么从电脑安装手机一样可以把它就是说你如果在电脑安装的话可以从那个Play商店 这边也有个Play商店那也就是说当然前提是怎么样 你必须要登录一个Google账号是跟手机一样的 那因为我现在电脑登录的账号是跟手机同一个 所以如果说今天我要安装比如说那个备份好了 我早上有介绍一个叫超级备份 那超级备份这个软体我觉得还蛮好用 如果将来你们要备份你手机里面的资料的话 它基本上都可以帮你备份起来 那可以备份什么东西 备份有哪一些 基本上的话各位可以看到超级备份这个 那基本上呢可以备份手机你安装的程式 就是那个APP 它安装那个程式它会帮你把它备份成APK档 简讯也可以备份 比如说有些简讯你觉得有些可以把它备份起来 它联络人备份通话记录也可以备份 有的时候你可能曾经经常跟某些人通讯 然后可能你有时候没有把那些人的那个把它加到你的联络人 不过你常用那你可以备份起来 或者日历就是你的行事历还有网址 这些它都会帮你备份起来 那我们可以用一个所谓的超级备份 那可以从哪边去安装呢 当然你可以从那个手机端 手机上面可以安装 手机里面你当然你可以把那个Play商店叫起来 Play就是那个Google的那个Play商店 这个Play商店 Play商店可以在这边 Play商店可以直接安装 那或者是说你可以在什么 那个电脑这边安装 比如说我在这边打一个超级商店 就是在那个我们右上角 其实这边有那个 这边Play商店 然后呢打上超级备份 或者其实你打一个备份 应该它它就会自动出来 备份 超级备份 超级的 OK 然后这些其实都免费软体 所以各位不用担心 那如果你是 iOS的 就是你Apple的 可能你看看有没有对应 因为通常那个比较好用的 那个App 他们都会两个版本一起都有 不过少部分也有一些是没有 两个都有 然后各位可以看到 当然备份里面的话有这么多 有关备份 那其中第一个就超级备份 那 其实你要选择 要不要安装 这样子一个App 你可以看到几颗星 通常一定是四颗星以上的 如果大概不到四颗星的 你大概就可以考虑一下 到底要不要安装 那底下有一些说明 安装前你可以看一下 这边有一些叙述就是让你知道一下 它装起来大概画面长这样子 OK 然后要怎么备份 要怎么还原 那其实它有一些相关说明 另外当然有一些用过的 它会有一些评论 包含就是它几颗星 4.4其实还蛮高的 然后呢 它底下有一些评论 比如说很好用 OK等等 那里面的话有相关的 它有一些更新版本的相关说明 那如果我们要安装的话 直接安装 这边有个已安装 不过还是可以点击 那各位可以看到 因为呢 我同一个账号 其实我有这么多只手机 或平板 因为我同一个账号 我讲过啦 因为我常常一段时间就换一只手机或平板 然后我都会登录一样的账号 所以呢 如果你只有一只手机的话 不会有这么多 但是如果你有很多只手机跟平板 它会让你选 到底你是要装在手机 还是要装在平板上面 所以这边的话呢 当然你就直接选 我看这个好像有装过了 装过就不会再出现了 那什么如果你装 假设我装这一个好了 那按安装之后 你想说那它什么时候会帮你装起来 特别注意 你按下安装之后 它会在你下一次 就是手机是连线状态的 就会安装 但是如果你手机 比如说你要安装这只手机 它没有上网 没有连上网路的话 那就不会装了 这个时候它会自动安装 所以其实我觉得从电脑安装 或者从手机安装都没关系 但是有时候有的人习惯 在大画面上面安装会比较方便 那你可以选择这个方式做安装 所以这边的话呢 你可以把这个超级备份把它装起来 那装完之后的话呢 基本上它的功能很简单 一边是备份 一边是还原 不过可能需要 比较需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说 你到时候呢 在使用这个软体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 就是它有个设定 设定里面 你要注意一下 到底你备份到哪边去了 因为到时候 它会在你的那个什么呢 这个目录 这个斜线 就是跟目录 就是在你的Storage 就是你的 算是你的什么 你的那个磁碟机里面 会有一个SD卡 这个SD卡0 然后每一台手机的目录名称都不一样 然后后面的话会有个什么 SMS 这个Contact Contact 然后Backup的这个目录底下 那你要记得哦 这个目录 将来它会帮你把所有东西呢 都放进来 那如果你要还原的话 同样的你要选对啊 所以如果你要在另外一支手机还原的话 那你可以把这个目录 有没有 call到那个 那个新的手机 也许你可以用什么方法 放在记忆卡里面也可以啦 反正call过去 那还原的时候呢 就记得把这个目录给它 它就会帮你把它做还原 大概会有这一些相关的动作 这个是早上有提到的那个超级备份这个软体 可以帮你备份这么多东西 程式 简讯 联络人的相关备份 OK 那还有就是说 早上有提到就是说 最后是有提到有关EX的这个档案浏览器 这个软体也是早上有同学特别提到的 就是说我怎么知道我手机里面有哪一些东西特别占用我的空间 那我觉得这个软体倒是还可以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可是它的操作方式 其实基本上 算是还算人性化啦 不过你要特别注意 它有几个地方 一进来的话 它会问你说 你要到哪一个 也许是磁碟机 或者是说呢 你要到哪一个 这个记忆卡 也许 如果你有外 像我有外 就是再加其他记忆卡 我可以选 如果没有 那你可能就预设 就是你的那个内建的那个ROM 那除了从这边去点击之外 旁边这边有三条线 这个三条线呢 实际上就是你点开的那个目录啦 你点击开来的话 这边可以看到 这边就会有这么多清单 那它这个APP 功能其实还蛮多的 举凡说早上有同学是说 它的ROM 怎么样 ROM快满了 可是它的外接的SD卡 奇怪 好像空间还蛮多的 那如果说你要搬家的 比如说你 你要不能随便删嘛 你要把你内建的那个 搬到那个外部的 那你就可以从这边去着手 从这边 因为将来呢 像我现在这只手机啦 画面这只手机是 只有一个SD 但是如果说你外面有外插 它会有两个 那一个是内部的 你可能数字0是内部的 1的话可能是外部的 那你就是打开那个0的部分 再把它搬过去就可以了 这个可能有点错 等一下我可能用我自己的手机demo一下 快速demo一下 另外还有哪一些功能呢 区域网路 这个我也常用到 不过这个可能进阶使用 就是说 因为我自己家里 就会有那个WiFi 有没有 那WiFi的时候 比如说我有一个电视 我要去播放影片 可是影片的话是在 另外那个一个 另外一台电脑好了 那我可以用那个什么 因为在智慧电视都有这个东西 也可以装这个东西 可以从区域网路 去抓到 另外一台电脑里面有很多电影 那我可以直接在那个电视上 就可以播电影了 不用说还要怎么 抠到记忆卡 然后再插到那边就不用 直接从区域网路播放 这个ES 档案浏览器 它就有支援这个功能 不过这个可能是 稍微进阶一点的使用者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玩玩看 我觉得这个功能还蛮多的 另外就是说磁碟分析器 你可以去分析 你这个磁碟哪一个最佔空间 可以再把它搬过 像这个是可以把它删掉的 它是点什么 THUM这个 这个一般理论上就是叫做说图 那你会发现 其实在你照一张大张的 它会自动产生一张小张的 大张的小张的 你会发现 光这样子可以产生这么多垃圾 那如果你不把它删掉 它就是占你的空间 而且一占 占1.85GB 所以说如果你的ROM 像我发现有些同学 它的ROM才2G 2G 1.85 不就全部满了 所以那你又不知道把它删掉的话 那你这一只手机等于就残废了 为什么 因为它没有办法发挥 它应该有的功能 很多人不敢删 不过要是我马上删掉 马上又升龙火虎了 一只手机又恢复正常了 不然的话 你就会看到 常常就什么 跳出那个 上面有个小图示 然后你把它往下拉 告诉你说磁碟已经用完了 那你又很头痛 到底这个是什么东西 那你不管它好像又不对 管它你又觉得说 这个怎么办 你又不会用 所以你可以用这个方式 记得是磁碟分析器 可以去抓到 其他还有哪一些 比较占空间的 像这个有没有 SMS Contract Backout 这个有没有很 有没有好像 从哪边看到过 这个刚刚超级备份 它备份出来的 就会放在这里 所以超级备份 它备份完了 你看它备份完了 会有1.09GB 所以其实备份完的 那个东西也非常多 所以特别注意 你也可以把它搬家 不然的话 它其实还蛮占空间的 然后还有什么 Android 这个应该是 系统内部的一些系统档 这个不能乱删 还有VD 可能我这边有放一些什么 影片 大概有400多Mbps 所以看起来的话 那你可以看到 目前占用的 然后剩下的 其实这边的话 底下会告诉你 总共有10GB 用掉的 4点多了 这有点红色看法 然后可用的话 有6.3 所以如果说你要清掉一些 这些都一目了然 那怎么样搬 因为刚刚同学有用到 然后我们干脆就用什么 用那个 我这支手机 我这支手机 那我现在是 直接在我的手机上操作 那我是把它搬到一个 我习惯是怎么样 就直接把它集中在底下 这样好找 它底下就可以放很多个 你可以把它直接移过来就好了 比如说你要把某一个APP 搬过来这边好了 比如说这个 把它拉过来 按住不要放 它可以直接让你丢进去 放开它就可以丢进到里面了 所以呢 一个目录可以放很多个小ICON 你常用的都放这边就好了 那其中有一个ES 打到浏览器 打开来之后 它现在新版 新的画面就长这样子 那各位可以看到 哪一个是我外部的 哪一个是内部的 你可以看到 这个应该是什么 这个应该是内部的吧 你看图就知道 它这边有个SD 这个是我额外插的卡 那我额外 像我这只手机 我是买那个32G的 不过32G插上去 因为它换算的方式不太一样 大概29G 那你可以看到 这边好像快满了 这边剩下大概不到1G 可是这边有这么多 那你想说 我是不是可以把一些 内部的搬到外面 可是我要怎么知道 搬哪一些 你也不能乱搬 搬错到时候 手机又出现一些状况 所以你可以怎么做 可以这样子 第一个 先开启这个 先把这个点开 上面这个 点开之后的话 特别注意 点开之后呢 我刚刚是点上面 因为刚刚是画面停滞一下 那点上面之后 我是这样点上面 点上面这个 那双方会有个什么 有个分析 这个 把它点击下去 这个图示 其实这个图示就跟那个磁碟分析器一样 你可以直接去分析 现在的一个木屋里面 到底有哪一些是比较占空间的 按下去 那可能要等一下下 可以点击 那你会发现它现在 会帮你去分析 有没有重复的档案 有没有新的档案 或者所有档案 或者关联的档案 反正它就会帮你找出 有没有比较大的东西 如果有的话 那你可以选择去把它搬 你会发现 它这边有秀出来 底下 不过中间这是广告 这个广告还蛮多的 这个是poi 那这个是我导航的 这个不能搬 我有装那个一个叫导航王的 然后有这个 什么 有些这个两百八十几个 这个好像是tmplog 这个应该可以删掉 然后重复档案 这个还有新档案 还有所有档案 那另外的话呢 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这个 D-C-I-M 这个是什么东西呢 D-C-I-M的话 基本上指的就是 我们拍照相片 拍完之后的路径 那如果说今天 这边有4.71GB的空间 那假如说我要搬家的话 比如说我想要把它搬到 什么呢 搬到外部去的话 很简单 记得哦 分析完 你看一下 这个也是最可以搬的 那我要搬的方式的话 记得哦 直接点开它 把它点击开 那各位可以看到 它会秀出第一个啦 反正就是D-C-I-M这个 这个东西哦 就是你拍照之后呢 会储存的这个空间哦 这个哦 然后怎么搬过去呢 基本上再把它点开 点开之后呢 那我希望把里面这个 有没有叫做什么 CAMERA有没有 这个这个目录 如果我要把它搬到 那个外部记忆卡的话 很简单 直接按住不要放 按住不要放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哦 它上方 底下当然有个删除啦 这边底下 如果说你要删除 你就按下它 那这个4.7G就会空出来 可是呢 如果你今天不是要删除的话 我建议你哦 你可以把它离开一下 然后回到我们什么 再回到最前面 上面有那个back 那你找到那个什么 就是回到这个画面 里面一样找到我们的浏览器里面 就是这个 D-C-I-M 然后把它怎么样 选到它不要放 一样不要放 这个时候呢 请各位注意一下 如果你要移动的话 就是什么 剪刀 剪刀就是什么 把这一个剪下来 对不对 那如果是要 如果是复制的话 是这一个 什么时候做这件事哦 按住不要放 不要放之后的话 把它剪下 剪下 OK 不过我怕这个可能 我用复制好了 假设我假设 我这个demo也给各位看 那如果说我今天把它复制了 复制之后的话呢 请你再切 因为我要把它切到外部 对不对 那外部的那个在哪里呢 请你点这边 三条线 点下去 好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各位可以发现 这个我的最爱不是我的 我的最爱 我是要什么 找本机 记得哦 这可能动作还比较多啦 我建议各位经常用一下 熟的就这个就没有 然后我的外部记忆卡在哪里呢 在这里 有没有 所以你把这个点开来 点开来之后的话呢 请各位再做一件事 贴上 哪里贴上 上方这边有个 应该是这个吧 贴上 所以你把它按下去 它就会帮我把刚刚的那个 里面的东西哦 贴上 那你会发现哦 它的上方 它这边会有个进行钟 并且跟你讲说 正在复制 如果是减下的话 是正在移动 那它会有那个目前 班移的情况 然后总共多少个项目 要移动多久 这个地方都会显示出来 那因为它的移动的速度 其实不算很快 所以大概 目前看到要十分钟了 不过我们应该没有 那么久的时间 所以这个可能要自己 多玩个几遍 多玩几遍应该就OK啦 所以以后如果你希望把那个外部的那个 内部的档案移到外部去的话 这个是一个简单的方式 这个地方的话 我把它取消掉 因为可能没那么多时间 那搬过来之后 也许你就可以把你旧的那个 内部的那个就可以把它删掉 这个是利用那个档案 ES的这个档案浏览器 帮我做这些动作 我觉得这个是还 对我来说是还蛮有帮助的 蛮好用的 然后还有超级备份 所以刚刚讲的一个超级备份 跟那个ES档案浏览器 OK那请各位 试试看这两个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就是一个是备份 那一个是如何利用ES档案浏览器 帮我把那个 比如说我的外部的 内部的记忆体 有些东西 帮我搬到外部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 假设你刚刚那个 用C-Cleaner看到你的空间 可能快满了 那可能你可能要 可以几个方式处理 就是确定第一个 你的手机能不能再插一个记忆卡 如果可以的话 我是建议呢 你干脆去买一个吧 32G 64G 32G现在网络上买的价钱 应该三四百块 应该就有了 如果你是64G 我之前买一个 大概五百多块吧 所以你如果那个 有一个外部的记忆卡 就当然你可以再存更大的 这个资料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一下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